接着带你来看到欢迎县长徐正伟在13号上午前往大城公园进行视察 在环保局副局长饶庆龙的陪同下 实地的了解大城公园周边环境整修改善工程之规划 掌握各区硬体设备配置 并针对整体景观营照提出优化意见 现在徐正伟首先视察周边环境改善工程进度了解 实地检视公园东线的规划 为了提升民众的安全性 宣长徐正伟责成业务单位以及承包商 强化公园整体架构 让民众能够熟悉公园内的各项趣味 步行路线等等 此外针对公园整体景观营照的部分 现在徐正伟提出优化意见 包括周边旨在设计 休闲座椅规划以及大城意向设计融入等等 现在表示花园是一间健康乐火的城市 拥有壮阔的山海景观 千福自力打造优质舒适安全的休憩场域 而在大城这一代 人保存着台湾独有的眷村文化 存在着自大城导策招一包的故事以及回忆 并且希望大城公园整修活化起用之后 能让民众来到公园善心 休憩的时候 更深入认识台湾眷村文化 带动地方的传承以及发展 接规也将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 持续推动各项基础建设 卫乡清创造更安全便捷以及移居的生活环境 大城公园注入于花园市新兴路 以及中心路口交叉之间 在县长徐正伟代理 幸福团队直立推动城市美学积极执修 改善拥有环境较乱的行之空间 进行覆盖的同时 跟在硬体规划上增添浓度的大城印象 拼出军舰的传行轮廓 踏板上西枝刻出大城原乡的居民生活 相信未来大城公园街牌之后 能够让乡亲以及游客感受到 附近这一带深厚的历史文化以及氛围 记得请问华州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